继续市长施政报告执询 执询之前我们先确认会议记录 第二届第三次第二次第三次定期大会 第二次会议记录放同仁的桌上 请大家参阅 我们昨天有会议记录吗 各位同仁对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 第一位请张峰腾议委员 张议员咨询15分钟 谢谢一张四张还有我们各局处的首长 今年的1月16号 其实大家都很高兴 第三次的政党轮替 那我们也选出了我们自己的女总统 尤其是在我们高雄 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说 这个新的政府 可以协助我们高雄 可以协助我们翻转高雄 其实昨天市长在您的市政报告里面 也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非常期待新的中央政府 跟我们地方政府合作 可以能够协助我们做产业转型 然后能协助我们在财政的正义 能够有所改变 然后这样子结束我们整个南北 中北侵南 这样的一个情势 希望我们从此高雄能够翻转 那但是市长还有许副市长 还有曾文生曾局长 其实你们应该都了解 可能也非常清楚 现在小英在520就职的时候 可能会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 我这里标题写说 是不是高雄给小英520就职的一个贺礼 是台湾首次从来没有过可能会断油的危机 这我不是违言耸听 我们在去年这个年底这个官场的这个高雄电油厂 其实它的功能大概有分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生产中心 第二个部分是输除印中心 它的生产中心有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这个油料 一部分是清油裂解的这个石化的原料 那在油料的部分 它主要是攻击我们中南部的这个油品市场 那但这一部分 这个生产的这个部分 现在是由大林厂可以取代的 那石化的这个清油裂解这个部分 它是来提供我们现在人武大社的这些石化工厂 那这个部分现在由林园的新三清厂 也是可以取代的 但是高雄电厂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这个输除的转印中心 它就是在我们半瓶山有一个输除站 那由这个地方来用管线输送台湾的中南部的所有的油品的需求 这些的油品需求从台中到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 其实都在这边 那这个管线的输送 其实是很难被取代的 那当然这个输除转印中心 其实25年要签厂 这已经讲了25年 这个照理 这个中油老早就该要去做各种的这个这个这个 去做很多的备案 包括说他如果说输除的这个这个转印中心必须要保留的话 他应该要及早跟地方去沟通 可是他们在这25年来 几乎都没有去做这个沟通 他们一直还期待25年可以不用签厂 可是到了最后 其实这个已经是这样 连备案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中油当然是一定要负全责 那我们也非常这个不以为然说 有25年的准备时间 你中油竟然没有任何的备案 可是现在马上已经是关场了 那现在的状况是我们面临了一个现在 我们一个很很很很困难的状况 也就是这个的输除这个转印中心 将来是要在我们洲际货归中心那里 然后呢我们把很多的那个储槽 移到那一边 然后在那边是要有一个加压站 然后一个输除的转印中心 但是现在如果说按照洲际货归中心 他的进度 大概明年底 才可以拿到土地 中油才可以拿到土地 在109年他要夯实 在109年才能够夯实完成 因为他是填海造路出来的 那到113年才能完工 所以现在这个的备案一直都没有 那所以其实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国内的油品大概是这样子 桃园厂 是提供北部跟中部 那高雄厂是用管线运输提供中部跟南部 那还有这个大陵厂 他也经过船运给花莲 输澳 里岛 澎湖 金门 马祖 然后其他的外销 那现在 我们的高雄厂 我们现在高雄厂 已经关掉之后 如果连这个管线的厨运输送中心都没有的话 变成是大陵厂必须要负担这所有的部分 那可是刚刚讲的这个洲聚会负中心 还要到那个那里的备案还要到113年 那现在估计大概高雄烈油厂大概需要每个月的油料 大概是52.5万吨 那这个石化的这些原料大概是18万吨左右 那如果说 好 大家可以说那不要用管管线的 那是不是用潮车 可是大家如果把它估算的话 一天的潮车的车试是两千三百多次 那其实更严重的是说 这一些的很多的油库的这个这个 这个 发油的这些中心 其实你就是有那么多的潮车去到那里 他也没有那么多灌口给你灌 所以其实潮车来取代这个 这个这个管线其实是不可行的 那很多去年底 然后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后进的这个这个很多乡亲也是觉得说中油其实是太过分了 有25年的准备的时间你到现在官场竟然这个油库还要继续保留 所以就有一些抗产 那所有的这些油库 环保局这边的这个操作许可到去年底就停止了 那那时候中油就在讲说这个停止可能会断油 但是现在已经四月没有断油了 也有很多人说中油都是一直用骗的 用这来威胁 但是其实跟市长报告 其实现在因为中油的高层一直要求他们不能断油 所以用了很多的配套的措施 但是那个都是非常到现在为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状况的 我让大家看一下这是南部的油库的地理位置 我们南部大概有几个油库 我们从大林厂 然后到这个半平山的这个输出转印站 然后呢有一个油库在桥头这里 然后呢在台南有分两个油库 一个是台南的油库跟丰德油库 那台南油库主要是以低流燃料油 这是以黑油中心 那丰德是一般的汽油 所以这个是白油中心 另外还民雄还有一个油库 然后呢台中的王田 那现在因为他们中油高层一直要求不能断油 绝对不能断油 所以现在有几个配套措施 第一个配套措施 其实就从大林厂那个地方 由港口用船运 这是成本非常高的 用船运 大概也只有中油可以这样做 台塑如果叫台塑做台塑绝对不会去做的 然后呢由这个用船运运到台中 然后从台中 另外一个就是直接不经过这个半平山转运站这个地方 这个输出中心去到这里然后再管输到其他地方 直接从大林厂这边管输 那在这些管输的话 他到了桥头或者是到了丰德 其实他的管输就是这个管输 你只要送丰德就会影响到送桥头 送桥头就会影响到送丰德 所以他整个是是非常不稳定的 所以现在按照我实际上去了解实际的状况 我们现在如果说以汽油来讲 现在我们明雄 明雄这个油库这个工油中心 酒吧的汽油已经在2月16号已经全部用光了 现在已经提供酒吧的汽油 那这个酒吧的汽油现在是由台中跟桥头 这两个工油中心来供应 那他就把它集中在这个9295 让9295维持正常的供应 那因为为了要使管输很稳定 那你说要管输到丰德到桥头 恐怕都不能同时 所以现在中油的策略是以直输到 这个优先到桥头 那所以丰德的供应中心显然汽油量开始不足了 然后所以他现在酒吧 丰德的供应中心 酒吧也不供应了 他其实大概就是以95汽油为主 那92的汽油就以现在库存量来支应 那92的这个汽油 以这个库存量在支应的话 预计在今年的5月21以前会用尽 那像米熊 他的低流燃料油已经在4月8号以前用完了 那现在都有桥头 那这里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风险就是说 这个管线不能出状况 这就是为什么中油现在在凤山那个铁路地下化 叫他要改管线他不愿意改 他马上会影响到整个的油的输送 那第二个马上防汛期就来了 很可能这一阵子会有台风 那船运遇到台风它也会影响到 所以将来这段时间其实都在靠天吃饭的 那随时都有可能这样的一个危机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那尤其是他的操作喜可 现在送到市府 环保局以说你还没有沟通完毕 然后就把它退回去 可是将来好沟通完毕送进市府之后 在环保局以我了解 可能这个操作许可要省三个月 那个缓不济及的 我们其实是很担心的 那 其实在外面很多谣传 外面很多谣传说 下一任的中油董事长 可能是一位我们市政府里面 某一位首长 有化工博士的某一位首长 大家都在谣传 是不是我们刘金勋刘主委 但是你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人选 我必须这么说 你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人选 但是 如果说你遇到了 你一上去 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马上一个头痛的问题就产生了 所以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 而且 520执政之后 这些问题已经是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诚恳的去面对 那 我们其实是跟后进的乡亲一样 我们认为中油应该负起全部的责任 但是 其实 我们如果说因为这样子 在520之后 造成了这个断油的危机 实际上发生了断油 那真的也会引起很多其他地区的 这个民众 一些反弹 那这种反弹之下 其实我们有很多 希望像我们高雄链油厂为了要怎么样再造 然后要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整个后进地区做翻转 那还有我们希望中油的石化总部签到高雄来 我们希望财政的正义 我们希望很多的东西 可是我们因为这样子的诉求 其实大家可以沟通协调的 然后结果造成这样很多的民众 其他地区的民众反弹反而是不利于我们的诉求 所以其实跟市长跟许副市长报告一下 因为许副市长你当时要求说不只是经济部要下来沟通 还要行政院长来下来沟通 那行政院 行政院下来沟通 那行政院 那个时候毛泽国就准备要下台了 他干嘛要去理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在这个还没有新的政府还没有起来 旧的政府就马上要下台了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放在那里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这里要恳求我们市政府 是不是能够协助行政院 然后出面跟我们乡亲来协调沟通 其实应该是可以沟通一个 大家互相妥协的一个方案 然后环保局是不是可以尽数 能够核发半瓶山除草的操作许可证 我想这样子对于我们整个高雄 对于我们未来高雄的发展 对于整个全台湾的用油的问题 才能够做到解决 其实这个还有牵涉到国防的用油 但是国防因为这个部分 中油不可能让它断油 所以它有用潮车用各种方法 让它可以继续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面临一个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的一个危机 那是不是可以请市府能够来协助 是不是也请市长回答 或者是许副市长回答 请市长回答 谢谢许副市长回答 谢谢许副市长回答 首先跟张议言说明 你说听说联考会主委刘静心要担任中油的董事长 谢谢你的台举 我还听说有更多的人 我只是要告诉你 高雄市政府的团队不会用任何去换取任何的职位 除非它是四大 那我会觉得我们没有这样的意愿 所以有人做这样的采测 但是我是认为对市府的团队是不公平 何况你把它跟中油的现阶段处理 高雄市政府跟武清的处理 你是用这样的联想 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大 那第一个今天你提到说 我们半瓶山油炒这个操作的许可 在去年的年底 武清官场之前 高雄市政府一再 因为站在高雄市政府的立场 我们当然要协助中央 如果有今天 我们有这种民生的需要 有精备的需要 我们一再的提醒中油 一定要诚实来提出一些说明 高雄市政府愿意集中 来跟后进的乡亲沟通协调 很可惜 中油每一次的说明都不一样 那你这样不一样 就会让我们后进的乡亲 这种信任感都慢慢的消失 我会觉得这样是很可惜 那我们认为这个部分 不管未来是战备产业民生 我会认为当然新的政府5月20号上任 他当然要面对这个问题 更重要是中油公司 他必须非常诚实 把实际的状况 因为我每一次 包括今天张一元 你的咨询 而有所跟我们所了解的 又不一样 他原先告诉我们 三个月之内 如果这个部分 民生战被用 有立即有危机 三个月过去 你说用其他的方法 但是中油从来没有跟我们沟通 所以我们真的是不了解 不再其问 我们不方便问他相关的议题 但是我认为我们当时 高雄市政府的立场非常清楚 如果我们当时中央的承诺 就是按照中央旅行他的承诺 把五亲关场 但如果后来延伸的这些问题 中油应该很诚实 来告诉我们 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办法处理 我想不管是 现在即将要 不再执政的政党 或者新的要执政的政党 我认为这个 所有的战备 民生物资 所有跟人民相关的 这些议题 都是无关夫郎立 跟郎立无关 这个是我们要面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认为这个部分 是应该 在这个部分 中油应该很快提出来 到底需要高雄市政府协助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到今天 我想张一元好像中油 你代表中油第一次来跟我提出这样的执行 在这个之前 中油从来没有人找我 没有找过我们 说他们有哪些困难跟危机 他需要高雄市政府做什么 都没有 所以我们真的这个部分 我们愿意协助 但是我们要了解实际的状况 谢谢 谢谢 在进行下一位苏 苏严晨议员咨询之前 我先介绍三老有贵宾 我们现在三老的旁听时 有来到很多的贵宾 他们是高雄市丰益棉子私话学会 继燕潮仁爱之家 由刘淑芬老师所率领的团队 现在已经到三楼来立临本会参访 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 欢迎你们来议会 同时他们最近有 他们的棉子私话展 正在议会的走廊展出 非常的漂亮 也请各位同仁有机会去走廊 看一看他们的作品 谢谢 接着请苏严晨议员咨询15分钟 谢谢议长 休闲员咨询 我要感谢我们的議長和我们的市長 各区之所长 在我议会议这些当中提供的 活物建设的 充公 没有来 这个活物建设的没来中断 在此呢 我感谢大家 谢谢各位 我们现在那个 这个杜博局 我们这个红山呢 第一公有市场第二公有市场 对不对 就是说在 经一家月 可以说这两个土地变形案 已经将近几十几年来 在我做市民代表时就开始提案 对不对 来变形 为什么变形呢 因为这个家的 就是他们以前是他没餐 是一个人 他们说 他们的中博 他没房 没土地 来建议 因为那时候 市工作没有经费 没有钱 他没自己的餐 那时候他没滚了分 才能够去一家家 那时候土地没计划 但是 房子还计划 所以这个情节 第二公有市场 他们是没土地 来建议 来建议 因为政府没钱 第一市场 因为他们又七十九年 这个当中的有来发生火烧 火烧的 有了大部分 有了那些人 那些贪商 拿自己的钱 因为市工作没有经费 所以他们拿自己的钱出来建议 然后呢 就是说 在经过这个 这个 有这个条件的政治 我才提出这个 变境案 在做市民代表 第五个市民代表 去变境 但是这个案 经过一年 中间二十年 的这个土地委審查 有来过 虽然过来 付代条件 要都更 如果都更 这要难时用资力重划 结果会经过四边的法报 把他的农资奖励棒外的农资 百分之六百五十的 拿掉 第三边 三边的法报没出 拿掉 那第四边的法报 把那个 奖励投资棒 这个 农资六百五十的 拿掉了 并无限制 又留标 的情人质 才来 第一个市场 这个都市更新 出效了解 所以了解 他没有资料 没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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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是说 我们今天 我今天重点 就是说 为什么经过一二十年的 都市 结果通话减资 公有市场 最早民国 二十八年 到三十四年 这当中减资 王宗领做指定 我现在讯息是这样 王宗领做 顶顶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顺利 但二秋做顶顶的时候 他就改变 做那个商业区 跟他改双 做那个 市场用地 后来 我现在又 重点二十年 路里 二十年 路里 都已经重点 很严格的审查 然后变成商业区 现在 你还要 你现在 自在难行 都市更新 和市场 做这个名字 又要 变两档 公有市场 他没说 真的啦 都市计划充满检讨 经过那么多的专家学者 跟局长 跟公务人也一直 做一个一个 审查委员会 我跟你说 不是在办公局的 尤其更深色的 更努力的 就是说 今年 你在公市里 他要买十二公 十二米 称赌十二米 但是 你建筑法的规范 商业区的十五米 才会去紧 你一变 变去变到变到变 还是让他变成那棋林地 情何以堪 照顾美食 这样难行 只不能把他变成公有市场 他已经把 支付贷条件拿掉了嘛 但你现在公有市场好 现在 他选第二市场 他现在行李拜了 他 他这个 有可能的 对不对 会来退场 退场了呢 你这公有市场 你不再变成历区 没有你怎么做处理 还没几年 因为四季 哪里 传统市场是变成历区 我们高雄市 本来都在开始 要变成历区 要变成历区 这做另外一个处理 李达车 他拿不拖地 来建这家的 那些贪商 他用30万 的千亿区 改革条件 拖地 你们又来不财团 我觉得是不对 青草莓的条件 为什么他占到公有土地 可以吗 因为是美国八十年三月二十年以前 这样的公家土地 你也要让座 但是你用资助条件 我们这个改革的问题 为什么你不在公有市场 比较这个情人之下 来做一个处理 纳路 用那个资助条件 来做一个处理 我觉得这件事 对不对 我们今天说 你了解一下 这就是野党 这就是野党 这边都是商业区 啊 这边都是商业区啊 接下来说本市工业区 本市工业区 要组合人 也非常感谢我们市政 对不对 本市要开发 他的工业区要开发 他们这土村图长的 对不对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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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村图长的人 有一个土地 火云 有一个群群的所在 所以 我们就有要求 拜托 来变这个商业区 对不对 他的土地在这里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就是说 本市工业区 做造土地 变更为商业区 涉及新定 都市计划依需一 非都市土地 申请新定 或扩大都市计划 作业要点 规定办理 有干 非都市土地 申请新定 或扩大都市计划 一 一规定超过十公顷以上 之非都处地 地区的因人口发展区 达到百分之百分之八十以上 故本案将是该地区 实际发展前行 需延伸或配合 未来行政院可定 协运路路主 延伸路线计划需要 进行几个检讨 所以就要请到 刚才的局长 了解目前执行的状况和进度 红山 绿都新建议的 朝向奉山国民运动中心 规划 因为以前的 这个 运动公园 就是朝向全民运动中心 台北市有十多 国民运动中心 新百七十四个 特洪台中台南 都有 跟我们高峰市 没办法 总共有三十个 没办法 所以本来是说 红山 运动公园 要改议做 出了国民运动中心 但是要夭折 不再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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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向的 绿都新 做一个 四个多万的经育 但是你都新做了 这些酸手 要那些困难 没所在人困难 真的排没地方去 排到学校去 排到各单位去 都用排挤 啊好 是孩子在架起的地方 你叫我酸手 包括水中 包括减度 更方便的 你都在校里面 我觉得这也不是 长久之处 校里面有了主委 校里面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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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问题 我再解释一下 我们 我们总统讲 我们高雄市 運动的 選手 真是不简单 连续 拿着棍子变的总统奖 啊 现在 我先说 沒關係 因为现在 一些专业教练 真的 他们说 我像流浪 这样 我待会再来做处理 我们现在的公民运动中心 我们是不是 可以 朝着 绿都新 可以朝着绿都新 全民运动中心 整个合并的 所以我 再去包括 我们 那个 流浜场 的 我们已经 开拌道路 大家 运动中心 发一发的两边 以前 那个管党 他在外面 他就是要清退 这个 这个 运动公园的 清退 所以他没有管路 他都没有开拌 刚才绕到 但现在说 我们的家伙要开拌 要开拌 不行 这些 流浜场 要切割 要上座 上座 上座 为什么不需要把流浜场 上座 去二楼三楼 安定的这些双手 让他们 为我们高雄市 替我打拌的政策 还有一个 安定的 一个 婚姻 不是都可以 外面的建制公司 我们公司 他如果这个土地 他就很尽量 规划 进行规划 给他做的想概窮的理由 但是 我们的土地人 为了什么 我们这些双手的 社会在流浓 社会这些人的所在 这些高年 为了什么 台北的 如果一个工医 给他 给我们的小孩 给我们高雄市的小孩 给我们高雄市拼 高雄市的小孩 你拼高雄市 我告诉你 这个是很恐怖的 所以这件事 我们希望 我们这个高岛 来重视 现在 台北的十二桌 我们这个 有关的 鳌山运动中心的 这个 运动工业的 朝向公民运动中心的 可信性 不然就把社会 要减多两个社会 有四五万 不再来想办法 我们这个 如果重视儿童就学安全 我们这个本期的 所持三级学校 却于土六一华七级 那一阵检讨 的探讨 我们有三十二的 学校 其中那一阵的年龄 对不对 这都有质疑 八十六档 全平均都八十六档 啊 虽然博光都十一档 建议拼图的 那些有二十五档 啊 百控五二三位 他还有 无力的效率 的销售 二十档 带补强的 他三十档 带拼图五档 咱高雄关 我以前高雄关 来说 老北少 我签一楼 两楼 但是我去四楼 派两楼 去一楼派三楼 老北少 都经过三四十年了 一堆 耐震力的 耐震力的 六级的 百分之六十 达不到 百分之六十以上 达不到 耐震力六 第一档六 還以外 都被拘捕 这就是这问题 不要 我们的主帝 孩子 要有一台 未来的主人 它安全 先拒絕 所以要 要政府 政府 政府 需要 付钱 六十一档 需要拆除 五十四 所以 这个问题 有 有感謝到,這個公共非常告明的問題 我們要集中這邊要注意一下 這個大高雄國中小級高中等校耐震度不足及處理高域化區 嚴重的校舍情形 都會是七十一董 補強的八董的 立體圖的,看怎麼做得處理 高雄區運動教練及缺額及臨選制度辦過來探討 這個看到沒有 我們已經配這個人數的要一百二十六個 正是有評論的人數三十三個 又有九十三個,空缺力了 但是這些人怎麼 在學校裡面家中委員會的經費來評論 評論的一個專任教練 家中委員會沒有錢的經費 他吃過多少 一百萬幾個、兩萬幾個 他現在要娶家庭 但是他還要重新來 他還要取出他的精神 和專業的精神和毅力 有辦法去訓練這些選手 讓我們連續拿著棍子 連續拿著棍子變成總統獎 但是 現在我聽到的訊息 百貫七 我們表演的那些好的成績 百貫七要挖 要挖什麼 一個公有缺 一個三萬人就去了 他還要求學生去找他 學生去找他 學生去找他 學生去找你百貫七 這剛才說過的 幸好他看的 高雄市的高連 去找高雄市的學生 去找他找你百貫七 往後回來 還來找我們高雄市拚 總統獎 別人可以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呢 所以我說 這就有時候 一些社會的問題 我們要探討對不對 我們是怎麼來照顧這些選手 這些專業高連的 怎麼來安定他們 怎麼有一個好的訓練 給他們 繼續 為我們高雄市打拚 甚至代表我們高雄市 代表我們台灣的認定 可以說 在國際上比賽 會提高台灣的知名度 我覺得這是真的 一個很好的做法 為什麼全數最高的 因為 一群的 差九十三個 這是不是 我們 等於說 來看這個 醫生 怎麼來 在平日 我們剛才對他找他 一些經緣出來 對不對 像他來安打好學 五湯 還有台北市 還有新北市 瓦橋 我要說 這是真的瓦橋 是我們的孫子 人才不好培養 選手不好培養 我們不用好的選手 人家看到我們良力的成績 我們瓦橋 一個党的瓦橋 一個瓦橋 一個瓦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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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種優秀的運動團體 我覺得我對高雄市來說 是非常順適 因為 經過 等那年久的保養 好不然都訓練出來 這些酸秋的這種到年 對不對 要用瓦橋實在是他們請進去看 這是缺顧這個問題 教育局的部分嗎 都可以 教育經發 都可以 教育比較多 從教育先來 都發 教育都發 好不好 教育先讀發後 請教育局 王副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衰議員 有關於鳳山運動公園 朝的國民運動中心來規劃 這部分 真的我們現在也是朝這方面來做努力 因為在整個設施的改造方面 夠了沒幾月 已經給我們三百萬 三百萬這部分 我們就對他的精鐵 包括他的 靠面的景觀 和內部的設施 所以我們 不僅英雄社的計位料 會配合 我們這幾個球場 和他的運動設施 來做調整 未來 未來就是會朝著他能夠經營的方式 也是跟烈士國民運動中心的方向來做處理 第二個呢 有關於學校的安全意義化問題 這部分呢 我們九十八年就開始重視了 所以我們已經投入了將近三十億的經費 那目前又 又在前市區 又配合這個前市區 那我們本來就有做安全系事的評估 那目前所提的八十六棟 三十個學校當中呢 我們目前剩下二十校有三十五棟 還要三億多 我們會加強的 緊速的來 立刻有危險的 我們立刻做處理 我想我們會逐步來做一個考量 另外談到運動運動教練的部分 我們有四個 所以教練來講 專任教練他們 剛 書院也舉辦過公聽會 這部分我們詳細來講 我們 有一百零七個教練 但是有些想要說專任運動教練 其實這兩邊沒有差別 專任運動教練也是一年一聘 那我們也是朝著這方面 因為經費方面還會有方向 因為我們的體育班來講是 全國是最多了 那我們要檢討那體育班的銜接 有沒有必要存在 那我們局裡面也是會邀請一些 他們這些運動教練 還有一些學者專家 我們這些朝著方面來努力 要怎麼來調整 那市府這邊也是說 你約故了這邊 約故了這邊調整過來 要做一個適當的配合來做 這個規劃做以上 好 謝謝 獨發局長 謝謝議長 等一下蘇議員 我先回答蘇議員 跟蘇議員報告關於 風山第一跟第二市場 這間的 都市價位變形的進度 其實 鳳山的第一跟第二共有市場 它早期六十二年 它都是全部畫好市場用地 那中間當然剛剛議員已經有 把那個變更的歷程交代得很清楚 那目前光議員長期在關心這個案子 那我們現在鳳山也在進行第三次通判檢討 那這些包括議員之前有召開的公聽會 說明會等等這些跟民眾的這些陳情 我們都有把它納入這次的參考 那不過細節部分 因為可能時間的關係 是不是我會後提供議員資料跟議員報告一下那個整個的狀況 那針對本州工業區剛剛議員提到 那個是事實上整個是在原縣府時代 因應南部科學園區的陸竹園區的設立 那它有提出一個類似像一個特定區的計畫 那以目前來講包括說陸竹科學園區 以及剛剛議員提到本州工業區附近的地區 它現在目前為止都還是非都市土地 就是都市價位枯渴 那這個案是去事實上 要不要撒嬌三行 有幾個困難 在這裡跟議員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第一就是說 那裡面很多土地 差不多百幾公斤都是特定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 它規定它是不能去變成其他的事業 這先跟議員報告 那第二部分就是說 非都市土地要變成都市計畫區 它事實上它有 內政部有它的很明確的規定 就是說它10公里環圍來 這附近的都市價位區的開發率要達80% 第三 現在我們這個區其實是沒有到80%的開發率 第三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這整個特定區計畫 事實上是為了成就產業 可是這產業的部分 它 產業部分它 它現在是南科 以目前來講 它說產業用地上足夠 所以 包括還有一些地主的議員 所以這個案募前是 暫時的天氣 所以米蘭有比較具體的 投資價位的時候 市府比較重心來 啟動那個評估 以上把議員報告 謝謝 好謝謝 蘇妍陳議員 我現在再來介紹來議會三樓我們的貴賓 現在我們三樓的旁聽席已經有來到 我們中都開放電的信託 由張淑芳小姐說 帥娘 我們這個信託的台中已經來到本會參訪 請大家用報告聲 熱烈給大家歡迎 謝謝 謝謝 接下來 請李亞晉議員質詢 是李亞晉議員跟黃紹婷議員的時間要共用是嗎 好 請一起三十分鐘 謝謝主席 但是市長 我想 早上的時候 我們 國民黨團 在這裡 有跟 現在我們 在去年收這個 須養費 在市民 八成裡面 一些 造成的 一些物增 或是一些 不方便的地方 因為時間前 沒有一個 沒有什麼好 我在這裡 我想要再請到 市長沒有一個問題 可以 市長既然 你也知道說 我們現在從這裡 去 誤修這些 八成 這麼不方便 甚至 他們要自己主動去發言 可以請 市長 你回去 可以 把相關單位 叫他們 可以 研究出一頭 主動 退彙 給這 誤修的八成 在這裡 這個 市長裡面 來做這個 研究看看 市長不知道你有贊成嗎 請市長回答 市長回答 我們市府主動來 主動來 主動來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市長 市長 我曾經一載標示 就是說 市政府 勾激這個問題 自來水公司 跟人 有很多 錯誤 這感到 有這個 誤收 這當然要對市民 標示 輕意 歉意 抱歉 所以我也是要求說 有更便民的方式 黃議員提出 如果你有更 更好的方式 更便民的方式 我希望我的水利 我們的水利局 我們相關同仁 如果能夠更便民 那我覺得我們就能夠來研究一套 更便民的方式 來退彙 謝謝 我想市長是這樣 我們是希望說我們市政府 既然你們同收在頭前 收不到的 讓市府主動來替 收不到的這個八成 不知道市長你有贊成嗎 主動啦 不要再八成 自己去 因為 昨天有五千多付這個部分 也是我們主動去查出來 如果說我們能夠主動的退彙 我想技術上可行 我們希望 水利局 我們應該從善如流 謝謝 感謝市長你的回答 所以市長你也是 認為說啦 我們市府應該是主動來 退彙我們的八成 但是 我要說今天議題以前 我跟市長要做一個 跟你說一個事情 你剛才說有一個地方 你五歲了 今四千幾天 現在有所去退彙 都不是我們市府主動發展的 是我們市民朋友 自己拿自己的單 去市府 又要求 匯坎 匯坎之後 要發展很多資料 才能夠拿到我們退彙的錢 所以 我跟市長給你報告一下 所以希望說 市長你如果 我們市府要主動來拿 這 我們覺得 這真好 這對市民朋友也 是一個便民啦 啊 我們是一個 第二次在我們這順進行 齁 我們對公共市民 我們有一個 要跟大家 這個 有一個聲明齁 我們希望說 國民黨團 在議事聽說的 順序第二 討論我們的市政 齁 關心我們市民的管理 我們也希望 其他的黨團 齁 可以 相當的 監督市政的原因 齁 監督市政 不用來監督我們黨團 齁 我相信我們黨團 將來也不去監督別的黨團 齁 齁 在這裡做這個聲明齁齁 啊我們繼續 來監督市政 我們開始今天我們的聯合質詢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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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市長有回答一下 市長有回答 謝謝 本土大概339例 境外大概7例 過去兩禮拜 最近兩禮拜都沒有案例 市長過去怎麼會這樣 過去是 我們現在比較嚴重 我們現在比較嚴重 當然你也相信我們現在比較嚴重 我相信在去年 在昨年 我們的市政府 包括我們的中央 都導致非常大的人力跟物力 來針對登格勒的案件來處理 可是市長啊 登格勒破紀錄已經連續兩年創新高 我相信這應該非常清楚 這是從九十一年 到一百塊五年的資料 我們的登格勒 逐年再攀升 這個是相當相當嚴重的問題 當然市長你一定會說 因為我們歌榮所處的地區 本來就是一個比較溫暖的城市 比較溫暖的城市 當然登格勒就會比較嚴重 這我們都知道 可是會不會是防疫出的問題 這當然也是我們要考慮的一個重點 還有 我知道 當然我們要先表揚一下我們的水利局 我知道最近水利局 有要做一個高雄樂區 蓋溝沙網包覆 在針對幾個區域在做 當然這個我們也是要給水利局一個表揚 我們當然都不會去賣水利局 那這個東西 我相信或許會對我們的疫情 有稍微的能夠阻止我們的疫情擴大的發生 可是市長 你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的一百共四年 我們的台南市 還有我們的高雄市的 本土病例的統計表 這個統計表上面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我們的 呃台南市 可能 我是不知道層級的問題啦 因為我不知道說 我們的高雄市 帶頭領軍在處理登格勒的疫情 是什麼人帶頭的 因為我們看到的 在台南市 都是我們的賴清德賴市長帶頭 所以我們有看到 他們的疫情是逐月在減少 當然我們的疫情也是逐月在減少 但是減少的相當緩慢 甚至到入冬了 都還有我們的登格勒的疫情 我覺得這對我們高雄市的市民齁 如果假設說不是我們的單市長 親自帶領 我們來處理登格勒的疫情的話 我覺得這對我們高雄市民非常的 不公平啦 我想要接問市長 針對我剛才的問題裡面 在層級的問題上面 請問市長 你是親自領軍 在處理登格勒的案件 是夠了 我們這專門的 我們的黨府市長的處理呢 市長請回答 請請回答 登格勒的議題 當然是高雄 面對的一個非常嚴重 那我想 市政府重大的議題 當然市長領軍 但是在專業負責的部分 有我們的專業上分工的成績 那我想我每天到現在為止 在我的iPad 24小時登格勒 每天的狀況 各區的狀況 這個我們有一個群組 我都必須充分的理解 謝謝 市長我想可能多多少少就是這個原因 還是我們的副市長領軍 當然我們的曾經的陳副市長 這個陳副市長 這個是很專門科的 這個我們當然相信他的專業 可是會不會是因為 陳副市長所領軍的 我們的其他局處的首長不配合 或者是怎麼樣 而造成的我們的疫情 會越來越嚴重 我覺得這是不是 請我們的市長 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我想沒有這樣的事情 第一個 陳副市長 如果他今天負責登格勒小組 相關的局處都必須配合 那我會覺得我希望議員能夠 對我們相關局處登格勒的房子上 給予更多的鼓勵 不適合說 好像認為某個副市長某位 什麼樣不適合 我覺得這樣不是他 那我會覺得 我們一定是團結同心協力 大家一起用心來做 陳市長 我相信你可能5歲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是否能夠把這個領軍的這一塊 能夠 變成說是我們陳市長親自來領軍 當然 我們陳副市長的專業 因為我相信我們是非常非常信任他的 因為過去他就是這個專門科 所以 我想剛才市長可能誤解我的意思了 那請我們下一位同仁 我來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 副市長有三位對不對 對不 付接水利教 得到 水利教的是對一位副市長 拿著手 我們的副市長對不對 來 來 付接 環保教 加上衛生教的是對一位副市長 我們的陳副市長 不一樣的單位 我要再接受 我們相處議員 現在說的 如果 我們的陳吉 我們付接 都軍的陳吉 不是市長親自來 橫向 作證橫向指揮 什麼人要聽什麼人的 吳副市長要聽陳副市長有沒有 在去年 這去年有沒有 今年 水利教 來 水利局長在哪裡 聽說你們很好的心 要幫環保教幹部的宣教 來做水溝的沙槍 你用對一條醫生 請回答 謝謝議長 那今年度要做整個 對一條醫生 我們簽辦我們的摘準金 摘準金 講起摘準金不夠的 那次怎麼還在插的 你把我用摘準金 用來做沙湯 來你知道 環保教 你們有跟中央政府建委的醫生嗎 請局長回答 謝謝 那個跟議員報告 我們去年在疫情的時候 就有跟環保署 來 政府什麼 我跟古尼 環保署那邊他給我們的 應該是給我們四百萬左右 來你坐 來衛生局 今年 包含到今年 你有把中央申請 中央有報酬我們醫生嗎 有 報酬多少 去年的預算 去年的預算大概將八千萬左右 我跟你說啦 家家的一億啦 你不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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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相信這種局長 你不認真 來跟高雄市 做 衛生局長 有辦法 我們做什麼事 這麼多的醫生 真好 查了 那 你跟我說八千萬 來 我們政府這些醫生 可以做什麼工作 你簡單把市場報告 好 鄭學育 那個 水利局長請坐 不好意思 鄭學育算 其實有很多個計畫 沒關係 你跟我說 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 主理教肯 現在做這個工作 有沒有 那個工作 不是我們在做 可以做嗎 那個工作 我 可以做嗎 那個工作 不是我們提出的計畫 沒有 可以做嗎 說得好 本社會有資料 可以做嗎 我剛開始做 這件事可以做嗎 你不敢回答 我們來拜託市長 因為市長 自比規劃的 我相信這麼多經費 一定的 去 來去雲資 我拜託市長來回答 市長 從你去年 一百零四年 我們中央 跟我們保證 我們高雄市政府 接著我們高風險的區域 防疫區域 我們保證多少呢 一億三千九百幾萬 市長請教一下 我們這條 這條經費 可以來拿來 比如說 如果真的水利局 這個政策是好的 做水給我擦 那個沙灘 那個問 有辦法的時候 我們可以拿這條經費來做嗎 市長請你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 跟中央保祖 只要對 燈隔熱的疫情 你適合上 溫厚 任何對 燈隔熱的防治 人力的 部分 我認為這些都可以好 什麽 我覺得 我們在整個實用的範圍 當然 會跟中央溝通 只要來防止登革熱有幫助 那我會覺得我們在這個部分 可以跟中央溝通 感謝市長 你看市長就敢這樣說 敢這樣回答 用於承擔啊 局長 你敢沒辦法 你沒專業嗎 一億三千九百萬 不可以一 拿來用人力 你的人力在哪裡 人力在哪裡 沒看啦 市長給你報告 這些錢人抽從哪位 萬公多會阿 1億三千萬 一個局處 我有辦法儉出這些經紀 一個管制 我就像我們高雄市一樣 沒有 一款頭一年 打算高防疫 屋辱單項而已 補助這些錢 我們拿來從哪 辦多年 免正救苦工作 拿來辦比賽 你沒中央方格更好 沒中央都不分了 一頂鐘而已 領著獎金要須的 那裡最沒有 最沒有噴兩三道 都白在頭看的 你給我查看資料一下 教長 這些資料查查的給市長看 看你怎麼偷在這些經費 看你怎麼偷在這些錢 局長 沒有 市長 現在要拜託你一件事 因為我知道你為什麼是 很自逼的喔 對著經費你為什麼很準招的齁 也知道要怎麼開喔 雅晉去年在 議會議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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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說 教師說 我們這個 用 在那側溝用 三窗 這個這個 防護措施 是有效的 萬市長喔 就到三天 把那些經費 三來 幾個公司 破也好 不是用水利救的錢 水利救喔 可憐啦 算到要給你那個女兒了 做一條水管 你車在要求而已 就說沒有錢了啦 阿來 再來市長 你還沒回答我們的問題 一個是 有副市長有這水利救 有一個是陳經德副市長 他們兩個什麼人要聽什麼人的 是不是萬市長可以跟 賴市長一樣 你們看 親自指揮作證 親自來去 獨特加工 我們高雄市 要怎麼防衛 我們要怎麼預防 預防 我不是第一檔話 合併第一檔話 就開始說你們怎麼做預防工作 沒有我們要做 這個爆發到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的時候 你們更開始在緊張 沒有補助 還沒有這麼多 越補助越多錢 哇 去年來到一千 一萬 一萬九千五百 相反嘛 我想市長 麻煩你回答 你陳吉的報問 自己要怎麼來給我 給我 給我坐 還是說什麼人可以 他說 要全部都聽 就要全部來配合 這樣我想 這樣 這樣的效力 是比較正面的 市長 市長請你回答 陳吉的問題 第一個回答 高雄市登革熱的會報 好 市長是趙吉人 相關的副市長 各有所思 各有負責 沒有李議員提到誰聽誰的問題 這是一個專業負責任分工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說 如果該吳副市長付借 他就是要付借 該陳副市長付借 那今天這是一個成績 市長負最後的責任 謝謝 好 市長 那其實 聽你剛剛這樣講 你說你是因為信任專業 然後分層負責 那我們就來 信任專業嗎 有意義 市長有什麼意義 要表達的嗎 有嗎 沒有 那我繼續我的論述 好 市長 剛剛聽你這樣講 就是分層負責 那我們黨團這邊 為高雄市民來發聲的是說 當我們信任的可能所謂的分層負責以後 我們看到目前高雄市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數據 一百年的時候 案件數只有一千一百六十八件 那麼到了一百零三年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件 然後一百零四年一萬九千七百十六件 好 那麼可能市長覺得說 增加了可能十多倍 二十倍 覺得還好 但是市長我想請你告訴我們一個事情 就是說當有一個案件數發生的時候 噴灑的範圍大概有多廣 您可以告訴我們一下嗎 您知道嗎 市長您可以回答 請陳副市長先回答 所以市長可能不是很清楚 所以請陳副市長回答嗎 好然後您請回答 謝謝市長謝謝陳 過去我們大概確診個案 五十公尺範圍內 會執行強制噴尿 那不過現在已經沒有執行 五十公尺強制噴尿 是改採強制支檢 改採什麼 強制支檢 就資深員檢查 強制資深員檢查 對 好那麼 所以副市長 你現在的 你們 我們現在告訴市政府的做法是說 在以前都是強制噴灑 那麼其實我們在議事聽 國民黨在議事聽已經要求你們很多次 趕快想出好的方法 不要一個案例發生的時候 你周圍五十公尺的要去噴灑 但是如果說他可能又在周邊又發生病例的時候 又變成又要再噴灑 所以我們接到很多的陳情 以後他可能去噴灑 兩個禮拜去噴灑兩次都有可能 那這個對民眾來講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夢魘 那麼我們在議事聽反覆講以後好 我們很慶幸現在聽到 副市長還有市長這應該是你的意見吧 你們的承諾是說 現在會把強制噴藥的方法改變 變成去篩檢那個什麼病媒文 資深圓檢查 資深圓的檢查 好那麼所以副市長還有市長還有全體高雄市民 你們當初跟我們議員們陳情的說 不要市政府做這一種 擾民傷財只有噴灑藥物的這樣的做法 這是不對的 各位市民你們的你們的見解也是對的 在我們反覆在議事聽要求以後 感謝現在市政府你們願意去改變你們的方法 想辦法解決民怨 好了那現在又問題出來了 當你們這個噴灑的方式 要改變成現在所謂的病媒文 資深圓要去查出來的時候 你們的方法是什麼呢 我們有你們是處罰了市民 我想要了解副市長 病媒文一般的民眾 有辦法理解嗎 所以在你們還沒有先完全教育好所有的高雄市民 甚至全台灣的民眾說 如何去發現這些病媒文 甚至大家要努力把它清除掉 我想如果事前有做這樣的宣導 市民一定會非常樂意去做 但市政府現在做法是怎麼樣 你們完全不做宣導就是怎樣 開法開法開法 很多的一些民眾不曉得 所以你們現在的做法必須去考慮 本期在這邊建議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 針對你剛剛現在講的 你要去病媒文 應該要先派人去 市政府應該派人去 挨家挨戶去做宣導 而不是只有開法 你們應該宣導過後 如果真的還是有人 故意 惡意 不這樣處理 你們再開法 我認為順序是這樣 第二個部分 本期在這邊也要建議市長 很多民眾認為我們目前的排水溝 非常 總是流露出惡臭 市長 很多民眾反應我們排水溝很久沒有清楚 但是本期這邊要肯定清潔隊員非常的辛苦 我們常常有看到他們在清潔 但是可能是因為人數不夠 所以本期具體建議 市長待會也請您齁 最後再做承諾 要求應該增加甚至一年一聘 所謂的清潔隊員清除水溝 並且要增加人員去做宣導防治 而不是只有對民眾開法 我們希望登革熱 找出真正的方法能夠解決問題 那個副市長你請坐 市長這個天高任齁 真的是這兩年我們高雄市民很大的一個兼職 尤其 前幾天報紙出來說高雄市三百幾個米歐 像本社的選戶聯合局 真的很多老人都很緊張 因為在天高熱 你只要是有四大人 只要有慢性疾病的 公照就走 去年少廷差不多送了六十幾年 我絕對不給你騙 所以我相信我們市府 有這個專業的團隊 像市長你說的 我專業的 來我先 來先看下一張 那個衛生局長 請請教一下登革熱傳染的病酶是什麼 它是一個斑蚊 斑蚊 對 跟一般的加蚊不一樣嗎 對 好那你請坐 那你先站著 我先請教你 這一隻絕絕是加蚊還是斑蚊的 這隻絕絕是一個斑蚊的 那你請坐 你說是斑蚊啦 來 環報局長 請教一下這個是 斑蚊還是加蚊 的絕絕 這個是斑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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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請坐 陳副市長你是帶那個登革熱的那個嗎 指揮的執行長嗎 還是無腹上 這個是斑蚊還是加蚊 我們看成蚊可以分辨斑蚊加蚊 但是絕絕要看它油動的動態 油動的狀態 還有它的那個 有一個長的氣孔 它要呼吸那個才是斑蚊 所以一般絕絕不容易用肉眼直接來看 應該是它油動的狀態來判斷 油動的狀態 對 那如果是靜止的狀態 這樣是斑蚊還是加蚊 這個不容易判斷 不容易判斷 因為絕絕它還沒有長成成蚊 那絕絕它如果要呼吸 它應該有個氣孔 或者是由 由加蚊跟斑蚊的油動狀態不同 通常我們是按油動狀態來判斷 陳副市長你是帶環保的嗎 帶化缸 帶化缸 那你請坐 這個衛生局長我這樣講 如果不對你就證我 如果是斑蚊 它靜止的時候是垂直的 加蚊靜止的時候有個傾斜度 局長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 你點頭搖頭就好 跟議員報告 基本上這是判斷的標準之一 判斷標準之一 好你請坐 市長啊 我今天不跟你們討論 登格勒怎麼防止 時間不夠 但是我要順著我們陳議員的事情 跟市長你討論一件事情 我們剛才講了 找了這麼多我們專業的首長 如何判斷你們家的決決 是加蚊還是斑蚊呢 我們的市民朋友 跟我們都知道我們家的是加蚊還是斑蚊 快的決決就開 就開堆喔 是不是這樣講啊 決決 來我們下一頁好了 幾隻要幫我看 那個貿易局長 文子 沉穩就幾天啊 沉穩高雄市的天氣 一般來講從 管腹化到 沉穩 在熱天的話大概是一個禮拜左右 七天嘛齁 好你請坐 所以這個 當成決決大概大概三天啊 有可能決決 兩天三天變一個決決 然後依照我們現在高雄市齁 環保局跟衛生局的標準 那去家裡看著決決就開堆 那個 先問環保局長 我們去年環保局一共開了多少張的罰單啊 發到多少錢 發多少錢好了 請回答 好謝謝議長 謝謝 罰款總數多少 去年的處分金額是五百四十三萬三千六百塊 五百四十三萬啦齁 市長你聽一下齁齁 前年多少錢 前年是 七十五萬八千一百 七十五萬跳到五百四十萬 這比高通 看你發單還唱得快 那大前年呢 五十四萬 五萬四啦 我幫你唸好了 大前年是五萬四千 五萬四千齁齁 所以去年的三千五百多件有幾件申訴成功 去年是我們統計情形有七件 七件是撤銷的 三千五百件有七件撤銷啊 市長來 局長你請坐 你都要做功課齁齁 我們去年衛生局 在你們那個 傳染病防治法 罰了多少錢 對登革樂 總數多少 兩百六十一萬 兩百六十一萬 你請坐 市長啊 我們時間不夠 但是我在這邊跟你報告 我們去年單單登革樂 處罰市民罰了八百萬 五百多萬加兩百多萬八百萬 是我們下兩頁的PowerPoint 請看一下喔 在前面對這一頁 市長你請看喔 我們去年加起來八百萬 准利加起來 差不多 哪多少啊 兩百幾萬啊 結果市長很諷刺的是 這兩年是我們隔庸期登革樂高峰期 所以我本身我在懷疑說 我們這個處罰 到底是目的還是手段呢 請你說 市長我們也是為了 你經常說 像你在本社車裡面在公告小工 你會教我們的市民 該怎麼做怎麼做 我們都是一個手段嘛 對不對 更何況 我覺得我們環保局 有專業去判斷 每個都是幫穩還是加穩嗎 衛生局做得到 但是環保局不一定做得到啊 所以今年我覺得市長齁 我覺得我們在開罰單這個部分 市府要好好再檢討看看 衛生局根據我知道 疾管處有這個專業能力 所以他還會先辨別是幫穩還是加穩 那我們環保局開了三千多張 這五百多萬的罰單 我今天早上出門前就一個那個 深戶意見 我們到後面一後 最近啦 所以這點我希望說 等一下請那個市長跟市長齁 跟局長可不可以 可以說個說明一下 今天開罰單怎麼開 民眾的身負管道怎麼樣 你們怎麼去跟人家說服齁 最後那個市長 行政院張院長齁 在二月份有提到 這個要在南部成立一個 霉紋傳染病防治中心啊 請問市長 高雄市的態度是怎麼樣 可不可以請市長簡單說明一下 想請聽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高雄在熱帶疾病這個部分 那不管民間或者是高雄市政府 我們的態度都很清楚 很積極嗎 這個部分當然是很積極 我們認為這個部分應該設置在高雄 應該設在高雄 市長你先請坐 因為我等一下不會再有時間喔 我先把他講完齁 賴清德市長在媒體上面 已經公開三次呼籲張政善 張善政院長 他要求一定要設在台南 去年台南爆發有史以來最大的 這個登革熱潮 台南市長就非常積極 一定要爭取在台南 我希望高雄市政府要有這樣的決心 要爭取在高雄 我們看下一頁PowerPoint齁 上一頁 市長 沒有下一頁 往下往下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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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過去十年高雄市的 登革熱的數目是台南的快兩倍 死亡人數也超過台南五十名 英國九十五年就是你當選市長那一年 一直到去年為止高雄市市民 為了天到日 翁城一百四十九的人 我想這個你很不願意看到 所以這 我希望市長能夠很積極 來爭取 這個國家型的防治中心可以設在高雄市 市長知道今天下午有一個會議嗎 我們市府會會派哪一個代表到他被真理 我們市府會派哪一個代表到他被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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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政策主持人 登革熱中心 我認為這是一個專業的問題 那我不要 我不希望劉偉好像台南跟高雄這種區域的競爭 那我們很清楚 整個登革熱的疫情 這個部分高雄從日本時代到現在 登革熱這個問題一直都存在 那我會覺得說整個登革熱的疫情是前民的運動 是前民的運動 不只是說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向新加坡每一個市民都必須配合標準的作業程序 來一直努力來一直努力來防止登革熱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努力爭取 第二個部分今天下午的開會 我想衛生我們的衛生局他們派演 另外也跟黃議員表達 我們衛生局黃機長才剛剛上任一個多位 如果他不夠優秀 我們不可能請他來 我也希望議員對我們的政務官 優秀的專業的多多鼓勵 謝謝 最後市長可以拿來前面有請到市長 一個今年發展的部分 請市長 請今天各位議員 我們會來就是說 懲罰絕對不是我們的目的 那剛剛陳美雅陳妍特別認為說 我们在先导的部分 那根据我的了解 我们的新闻局 对于登革热防治的这些 有关的先导措施 如果在地方 我们的地方电视台 各方面等等 有线电视台 我想这些都太多 我们会把资料给陈议员 谢谢 谢谢四位议员的联合咨询 我现在要来介绍 我们三老还有贵宾 三老有很多贵宾 现在是社团法人 高雄市关怀流浪动物协会 由他们的会长 王小华会长 所率领的贵宾 已经来到我们本会参访 请大家用一类的婆娃声 感恩欢迎 跟我们招招手 我们是哪一个 哪一团 谢谢 那林议员我们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